竹山鹿谷地区 有一群喜爱摄影的民众 利用手中的相机 来记录在地美景与文化产业 日前特别在指南宫 办理一场公益联合摄影展 这边有我们这三六国的爱好摄影座 大家发挥 就说要来做一个摄影展的衣麦 这边的衣麦的所得 就是要来关于这三的玫瑰 这个技能信念中心 和这个希望天使启蒙学会 因为我们就说 大家保证就爱心 从我们的爱心来就买 够买这个商品 反映大家来就我们参观 除了展出以外 也提供民众购买 依卖所得将全数捐给在地慈善单位 为期一个多月的公益展览 期盼大家踊跃参与 今天展出的作品内容 主要就是我们大部分是以我们 鹿谷竹山在地风景为主 然后我们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推广 然后我们就是在这次的机会当中 我们就是尽量展出我们平常的摄影成果 这样子 然后虽然说我有一些部分的是 其他的地方的照片 不过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 算是在我们就是在际人 就是鹿谷竹山这样子 然后能够有这次机会 然后替大家做出这个展览 医院许素霞强调有爱最美 抢头香买下衣服 带动爱心意卖气氛 也期盼公益活动能够带动更多人响应 帮助更有需要帮助的人 这个社会有爱最美 所以今天很高兴 祖山路股地区的一个 爱心摄影的一个意卖活动 所以现场非常努力 因为很多我们这个 喜爱他创作画作的这些好朋友 他们才是来的这些游客们 他们都停下来脚步 然后来看我们这些大师的一个 摄影大作展览 我们在在地的这些朋友也感到非常高兴 因为念念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工作 尤其我们这六个大师 他们对摄影对联影都非常有很多的研究 最重要的就是说 它这是一个意卖的一个摄影展 那如果看有价位 然后花一点小钱把它买下来 他们是把这个意卖所得 捐给我们的这些慈善机构 这点是让我们感觉非常幸福的一个地方 摄影师们因共同兴趣 爱香爱土的理念 也不忘关怀弱势 一掌和身锋 相当肯定公益活动的办理 欢迎大家用行动来支持响应 民意新闻洪一全竹山采访报道 那么优优独播道